发生于当你在清新的高处禅修 你的决心开始变得活跃明亮 接着你的注意力受到搅扰 于是念头便开始骚动与散乱 如果你放任自己进入那些 攫取注意力的事物中 你就会成为烦恼的猎物 处理这种情况的方法是 让你的视线指向天与地的交汇点 如果这样还是无法让你平静下来 就运用身闻行者凝视的方法 有时要将心专注于一个对境上 会发生情境造成的调局 是因为外在事件发生时 你追逐于某个想法 然后你的心便开始变得激动 并溃散成烦恼 当这种情形发生时 要保持这样的心态 无需做什么 任由其事 要串习 熏养慈心和悲心 醒悟力 方便与智慧 以及前进心 接下来便要如培养见地的阶段一样 继续修持练习 这样便会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类是关于散乱的过失 又分成两个部分 由于缺乏了解所造成的散乱 以及情境造成的散乱 一 缺乏了解所造成的散乱 发生在无论做多少禅修都没有进展时 这是由于不了解 如何将修持切分成不同的作间 你开始跟口诀教授和上师背道而驰 或者由于不了解如何辨别理论和禅修体验的不同 而让你变成一位愚痴的行者 这种情况的解决方式是 吸引你的上师 培养对于口诀教授的确信 将修持区分为不同时段 然后多次重复修持 莫让自己摄入太多外在活动 要宽坦自在地禅修 当清明的绝授升起时 切断念头的纷扰散乱 然后再持续禅修 这样便可克服散乱 并且争议禅修体验 二 情境造成的散乱 发生在某些外在事件 使你掉入五毒或是六种感知当中 使你变得散乱分心 且失去正念觉察 为了处理这样的问题 要立刻运用对治法 粉碎对所感知对境的直取 并且视之为神奇的幻象 错假 如果想要断除这些的偏奇 你便要迎面棒打烦恼 第四类是烦恼造成的偏奇 尝试要否认禅修训练的行者 会遇到为数众多的敌人与怯贼 也就是自身的烦恼 这些烦恼又可以区分为五种 称恨 娇慢 贪欲 嫉妒和痴迷 从这些根源又升起了八万四千种烦恼 使得你无法保任于禅修中 这些五毒当中的每一个都会使你卷入这五种烦恼中 让你更加陷入轮回 因此要像曾经失去唯一孩子的母亲 提高警觉的态度 防止自己因五毒而散乱分心 要像发现腿上有毒舌一样地舍弃这些烦恼情绪 要认出这些烦恼情绪 保持正知警觉且正念觉察 接下来便要如培养见地的阶段一样 继续修持练习 除非以这样的方式来修行 否则恶业时时刻刻都会被造作出来 错假 如果你想要避免这样的偏其方式 便要正确地取受与断舍 丝毫不离于戒胜警觉 善巧地投身于对抗母毒的战役种霸 无论如何 只要你的见地与修行尚未达到稳定 你就应该像只受伤的鹿一般 逃到隐居静僻处 要像碰到毒舌一样 逃离烦恼 一喜挫甲又再问道 秘咒行者不是应该将一切烦恼都以为道用吗 上师答复说 当然要将烦恼以为道用 然而只有孔雀能够以毒为食 能够将烦恼以为道用而无需舍弃烦恼的人 比忧坦菠萝花还要稀罕 对于最高根气的行者来说 烦恼会展现为帮手 然而对于较低根气的人来说 烦恼却会变成毒药 对于较低根气的人而言 断舍烦恼是比较好的 要断舍多少或多久以后 行者才会变成熟练的能手呢 一喜挫甲问道 当你不执着烦恼与感官欢愉 并且能将之视为幻象 如此即使烦恼真的升起时 你也不需要压抑烦恼 因为它们不再会有所危害 而当烦恼未升起的时候 你也不会有照做烦恼或欢愉的欲望 因为你已远离了期待 当你可以这么做时 烦恼便是被以为道用了 试图以烦恼为道用 然而却仍执着于石油 就像苍蝇混陷蜂蜜中一样 作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菩萨阿彌陀佛 我们福建人广东人都有一个慈悲的习惯 初一十五初二十六会在门口点一支香 这一支香点在上面供养一皇大帝诸神 点在下面的布施给好兄弟孤魂野鬼 所以希望各位把这样 这么优良的传统的佛教习惯 继续努力做下去 每天晚上至少点一支香 放在树像门口给那些可怜的众生 你愿意再点一盏灯 让他看到极乐世界 那更是庄园 你愿意布施一杯水又放在旁边 那更是慈悲 如果能够每天都这样慈悲 你会发觉你生命改变了 你心灵改变了 世界也跟着改变了 愿各位经常慈悲因共 慈悲失实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我生生世世 风行善法 愿我生生世世 光行离他 愿我生生世世 像佛陀一样 清修清静的落命 恨不忘是菩提心 心逢弥勃菩萨圣代 生命电视树林菩提讲堂 举办岁末迎春 福会祈愿法会 恭请战略法师领众 日期 日期1月24号星期五 晚上8点点万灯 即1080盏72小时莲花灯 即供问水 晚上9点30分 恭送阿弥陀经 护生既此被失实 地点 新北市家庭运箱合作社 地址 新北市泰山区 中港南路103号 连的电话 02-2688-5088 02-2688-5088 欢迎随喜护持 划播护持账号 5032-3858 5032-3858 护名 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转换频道咯 但是您不用担心 可以透过以下方式来收看节目 中华电信 NOD703 YouTube 生命电视台 24小时直播 以及Facebook 收看生命电视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即使天上洒落金币 也无法满足欲望 爱欲使乐少苦多 明白这种道理得知者 甚至对天界的欲乐也不祈求 佛陀的弟子 希望能灭尽爱运 没有梦 这是真正的自由 各位要做心灵战士 才能够成为生命战士 四个人都是我要我要满足 所以各位一般 对小孩都要跟您小孩说 不要贪心灵战士 有些人大得好 尽量减低欲望 你也不能用欲望跟别人交换什么 用欲望来勾引别人什么 因为你满足他的欲望 就是来害他 要让他控制自己 所以这种欲望 快乐只有有 但是快乐比较少 痛苦比较少 世间的欲望都是路程 这是有动的 所以各位要做这种地狐野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